下面咱就写一下用长连接来实现 把这个咱们拷贝一份 然后叫做09 然后这个数法 单进程 然后单线程 然后非主色 然后长连接.py 我接下来要做一个 单进程 单进程非主色的长连接的 请问咱们接下来 按了我刚刚那会给大家说的 非主色的方式 首先第一步 咱们是不是应该让套件子变成 非主色吧 TCP server socket.set blocking 然后这里边有个东西 FALSE 在你代码的后边 在你代码的后边 然后空上一个两个 然后接下来写个星号 写个警号 写个空格 再写出色 比方说将套件子变为非主色 非主色的一个体现体验就是 接下来你再去调试except的时候 如果没有新的扣单到来 是立马产生异常 非主色同学怎么办 try 把它抱起来 相当于此次就再复习一遍了 好了接下来要是产生了异常 就是except exception as 一般情况下 像我一般习惯就写 exception 因为你这里边是不是一般会写 只有一行代码了吧 一般会写一行代码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写上一个东西 通过吗 咱们应该智能的过程 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写part了 再写part比完了吗 来接下来 如果要是没有一场 那就是else 那么接下来应该干什么 这是不是咱们应该找一个列表 把它扔到里边去 还记得吧 来找个列表 来找个比方说client 这个socket socket list 等于list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首先将这个新的套节字 变成什么呢 set 变成非主色的 然后把它添加到tcp servers 这个 把它添加的什么呢 叫做client 这个list里边 把它扔到这个列表里边去 没错吧 来把它扔到这个里边里去 newsocket 好了 那么接下来请问他们 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便利这个列表了吧 接下来便利这个列表 在这个位置 for循环便利 for client socket in client socket list便利 取出来的时候 理论讲 咱们client socket 下来应该干什么呢 client socket 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是receive了吧 1024 写上 别忘了 那么接下来按理说 咱们receive data 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团的什么 因为你在刚开始得到这个套件质的时候 已经把它变成了非主色 接下来没有数据到来的时候 是不是产生一场 把它包起来 过去 那么如果要是accept 不过到了一场 就是exception 那么也就意味着 是没有数据到来 那么else的话 那么前文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有数据到来 有数据到来 就是解读色的有两种方式 是不是分为有数据 什么没有数据 if receive 请问意味着啥 有数据了吧 有数据咱们应该怎么做 咱们上面这个函数 是不是就是为这个顾客服务的吧 把你收到的数据拿出来处理 处理接下来之后给人家回 不就是上面的函数的事情吗 那么理论上将 接下来这个位置就变成了service client 把什么传统卷通吗 注意了 注意了 你可千万别直接把 client 稍给他传进去去翻了完哈 你如果把这个套件子直接扔进去 那么你网上看看 是否也意味着这个套件子 接下来还要receive 如果这个地方在receive的话 请问他收到的数据一定肯定没有了吧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我这一步是不是已经把数据给他收了 我接下来再去掉这个函数的时候他接下来再收是不是肯定是不可以了吧 肯定是怎么办啊 我直接把数据我收到的数据也给你一份 你是不是就不用收不就省了一份吗 我接下来把receive data我收到的给你了 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数据我给他的一定是解码了 我接下来这个decode 是不是直接写的decode 在这个位置utf-8 是不是直接就用到这个位置去吧 没错吧 好了 先收 如果要是真正的有数据 我接下来就掉这个函数 把这个函数的套 把这个套件的传到函数 把我收的数据传到里面去 来同学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额外的加一个函数了吧 加一个函数 加什么函数 你完全可以写receive data 但是同学们 我绝对不会写receive data 为什么 因为你的程序里面已经早就写好了 收到数据 这会是不是给request 那么我接下来不就把再拖的东西 请问 再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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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按理说这不应该再有了吧 你就把这个地方给它平了不就行了 就不要再让它掉了 知道吗 你接下来的代码是不是都是按理 已经收取到数据进出来了 那么我只要 这个变量 我写request 请问接下来 我根本就不用再改了呀 如果你这个地方写receive data 你接下来所有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请问 是不是都得写成什么东西 是不是都写了就receive data了吧 要学会这个经验啊 听懂了吧 函数早就写好了 函数里面用的什么变量 咱就符合人家就怎么写 将来就省事 将来就省事 好了写了这个东西 同学们 咱们往下里啊 写完了这个东西之后 切割 打印 接下来找文件 这个地方空了好几个行 三几个 一般的留着一个就可以 函数和函数之间 类和类之间空两个 函数类里边的方法 空一个 普通的代码和普通代码 之间空一个就可以了 提取文件名 打开文件名 没有这个样 有这个样 但是同学们 咱们刚刚说了 如果咱们又把这个东西掉了 请问是不是又把它变成了短连接 怎么着呢 你的想方设法把这句话抹掉 不让他执行 不执行其实有个问题 浏览器一直在转圈 为什么呢 他怎么知道一点拼机传完了 传完了之后 是不是他接下来请求二点拼机 他怎么知道一点拼机传完了 你说是个道理吧 所以说同学们 这个地方就产生了很尴尬的情况 如果你把文件里边的数据给他读出来之后 你接下来读上了包 接下来把头也准备好了 你把头先发过去 把包再发过去 请问理念的讲 接下来浏览器 如果是要用长辆机的话 是不是应该再次用这个套机子 发送请求过来了吧 还是用这个套机子 发送一个新的request请求者过来 同学们 他不发 此次他不会发 原因只有一个 浏览器 一看 你也没掉close 一看 你也用的 学习是1.1 那么就意味着长连接了 长连接有个特点 就这样 原来的时候 短连接很好理解 长连接收尾的复杂 短连接怎么的呢 你给我发 你发完了 你就close 请问同学们 你只要一close 我什么意味着 接收完了呀 但是现在你不close了 服务器不close 客户端怎么知道 接收完了呢 客户端想要重新发起 下一个请求的前提是 他认为你发的这个数据 发完了才行 决定 浏览器先请求这个 我不是把数据给他吗 浏览器想要请求 下一个图片的前提是 他得把上一个说完 他怎么知道上一个说完了呢 他收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他怎么知道已经收完 这才是关键点 所以说同学们 此时Race Bounce 什么呢 Header又来了作用了 Race Bounce Header里边添加一个东西 表示这个数据有多长 来同学们 看这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地方 打开哪了 打开 打开这个 看到有一个地方叫做 你只要你跟着我看 课上都有 但是我会带着你写一遍了 看着 这个地方有个这个东西 除了 就这么说吧 除了HTB写杠1.1200 OK之后 你没发现这个地方 有个content杠 Length 是不是有个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 你猜猜吧 啥意思 内容的长度 有多长呢 我这个字符数先放在这 这个地方写这个百分之后 我百分之后 后面的百分之后 百分之后 后面的东西将来 是不是就会填到这个里边去了吧 啥意思 你这个地方填几 浏览器就认为 包底有几个 来 我给大家先演示一遍 我先把这个程序 我给关掉 我给怎么给你演示呢 你看啊 我打开这个东西 我让它当服务器 端口呢 127.001 71899 好了 服务器已经开了 服务器开了吧 注意看啊 我接下来打开浏览器 我访问谁呢 访问谁呢 127.001 然后71899 来 我为了咱们一次区别 我把这个框呢 拉的稍微大一点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呢 写上一个 斜杠 index.st秒 好了 我接下来回车 随便看啊 走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速度的请求啊 如果 我我接下来发送一个 http 斜杠1.1 然后200 空格 OK 回车 回车 接下来写上一个 哈哈 就这么说吧 写上个 ABCDEF 好了 看着啊 我发过去 走 请问他们 为什么他还在转圈 我发完了 为什么还在转圈 因为你没有断开 他就认为是长链接 长链接的前提是 他应该把刚刚收到的数据 解析 解析知道之后 他你知道这个数据的页面 已经传完了 他想 是吧 同学们 怎么办了呢 我直接断开 你看看效果 是不是立马变成了短链接了吧 收多少 显示多少 完了 够简单了吧 怎么 我再运行一遍 我把内容清控一下 我再来一遍 你注意看 走 他接下来 是不是还在转圈 是不是等我发数据了吗 你注意看好了 我接下来呢 写上一个东西 写上一个叫做 叫什么了 content-lens D-N-G-T-H 是吧 还是T-H 好了 我写上一个 二 注意看 我写了个二 好了 往这拉一拉 321 走 需要我弹开吗 需要我弹开 不需要吧 好 为什么这个地方只看见了AB 没有看见ABCDF 因为你写了一个二 那么也就意味着控行之后 接下来的东西 你两个字节是你的 你接下来是不是有显示内容了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content-lens 这个response header里边 这个content-lens 是不是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告诉浏览器 咱们刚刚这个已经给它发完了呀 同学们再看 刚刚请求过来的只有这个 我刚刚给它回送过去 之后你们发现 接下来立马它又请求了一个新的 断开链接 或者是请求新链接了吗 并没有 而是用这个原来的这个链接 重新发了个请求过来 请问同学们 这个是啥 Filecoin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张图片 每一个网站 基本上都有 它会在哪个地方提借呢 一个网站 像百度有百度的 像腾讯有腾讯的 像阿里有阿里的 是这个道理不同吗 不管你这个页面里边有什么东西 浏览器得到了这个页面的数据内容之后呢 它就会想方设法获取这个网站的这个地方 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的名字很固定 每一个网站的名字 基本都叫这个 叫Filecoin 就是FA什么什么 是这个 请问同学们 接下来如果我要是有一些这个文件图片的数据 我把它放到这 并且我告诉你这个数据有多长 我只要一点发动 那么理论上讲这个地方这个图片 是不是就显示了吧 能体会出来这个意思了吗 它先请求这个 我告诉你了 然后接下来它立马在请求这个图片 我如果又告诉你了 它接下来一分析这里边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得到了的话 请问浏览器是不是就会主动断开链接了吧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好了 最核心 请问同学们 这个地方起什么作用 起什么作用 是不是起到告诉浏览器 body道理有多长啊 好了同学们 来回到咱们程序里边去 我把它断开啊 回到咱们程序里边去 为了咱们打开 那么回到咱们程序里边去之后 咱们刚写到哪了 写到上面是吧 写到了哪个地方 写到了这个位置 我接下来给他回送数据的时候 请问同学们 我是不是告诉他这个包子有多长才想 来 YYP 然后在这个地方写上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呢 content-learns 千万别写错了 这个单词写错了 就一点亿都没有了 这个单词很关键啊 content-learns 好了 百分D 请问谁的长度啊 body的 body是什么套啊 learns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 咱们说一说啊 把这个地方了 咱们给大家 咱们再总结一下 带着这个地方了 很乱 接下来我跟你说 重新定义几个变量 可读性相当强 raise bounce hider 等于一个东西 然后 reise bounce body 等于一个东西 reise bounce 等于 reise bounce hider 加上 reise bounce body 来请问同学们 接下来是不是很明确吧 那么接下来 我就把这个东西啊 这个选中啊 v选中 然后呢 往这来 剪贴 然后呢 回到你最后去 p 粘贴 好了过去了 接下来 我把这行 和这行 对吗 我自己拿过去 拿过去 我接下来 是不是你改一改吧 这个地方应该叫做什么呢 hider 然后这个地方应该叫做hider啊 好了 把这个 这个 这个就抹掉了 对吧 对吗 htb 这个有了 content的lens有了 但是这个地方我需要长度 需要谁的长度啊 我就把body放在前面去 给我一个解释 为什么放在前面不放在后面 你放到后面的话 我这个地方上来 我就需要body 你根本没定义 是不是立马挂了 我得放在前面 所以说这个body等于谁 body是不是就 你通过人家里边读出来的数据啊 body是不是等于他 hider是不是这一图啊 接下来 你这个地方直接写谁就行了啊 response啊 body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么些程序的可图性 是不是相当强了吧 要比定义那些普通的变量 要强很多倍 那么接下来大家想 我接下来 我昨天的时候给大家说过了 这个responsehider 此时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是不允许和body直接相加的 因为body是什么呢 body是一个二进制线 你是按着Ib读的吧 所以说通常怎么办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dir encode utf-8 那请问通常这意味啥 你说了你这个哥们是字符串 我变成二进制的这种可以了吧 一个二进制的这种字符串 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请问是不是都是可以自己相加了吧 我再把response response拿过来 请问通常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实现 直接response了吧 那这意味着啥呀 理想 读取这个文件里面的数据 读到了 放到这个辩论里面去 我准备一个hider 这个是必须有的 这个也得必须有 因为你接下来想要实现长内接 这个也必须有 那么这个地方我得需要写长度 这个长度写谁呢 response body 所以说 我得先把response body 放在它用之前先定义 因此我在这先定义 我看一下你的长度有多长 我这个地方这个值就是有多长 那么我再接下来加上一个换行 这就是response header有了 接下来response header 把它变成二进制 然后再加上response body的这个二进制 接下来得到一个二进制的数据 我接下来把这个二进制数据发走 请问浏览器按照说 是不是就收完了这个页面的数据了吧 收完了这个页面数据之后 请问同学们 你接下来还需要关吗 不需要关呀 它会自动发起新请求 请问同学们 当我那个函数执行完这一次之后 是否也就抑郁的 我已经成功的向浏览器 发送完了这个页面的数据了吧 浏览器它就会经过解析 解析完之后 是不是还会通过同一个套件子 接下来发送数据过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 当你下一次挖入循环 再遇到这个套件子的时候 请问接下来你收到的数据 是不是就是下一个书 一个请求了吧 我把下一个请求得到 我接下来有数据 我再服务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 那关键一点是 你来一次请求 我接下来为你服务 来一个服务 来一个服务 当你要的所有的文件 我都给你发完了 请问同学们 谁会先次次回首 浏览器 对 此时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地方 可能会出现 receive data为空的情况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接下来 记在这个位置 else 那么请问接下来意味着什么呀 client socket 点 close 把它关了 然后 从client 这个列表里边 remove掉 client socket 我刚给大家说过 socket是 这个对象的引用 放在里面里去 是不是直接三 是不是没有问题吧 基本上就差不多 就是这个道理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好了 在这个地方关 这是这个程序 所想表达出来的一个意思 试一下 有什么问题 咱再改 python309 他说了是new socket 这啥意思 在定义之前被用了 是吧 他说了93号 93加93 new socket 为这个服务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删掉了吧 删掉了 没有了 这个地方要删掉 好了 这个需要删吗 这个不需要删 那是坚定套 也不需要删 好了 走一起 咱们试验一下 端口 端口是多少呢 VRM09 没变是吗 端口是7896 又说了一个地方 他说local什么时候 response head reference 又一个46 加上46 哪个地方就错了呀 嗯 嗯 这个地方不一样 response response 啊 啊 告诉我怎么怎么改这个东西 我交给你啊 不要一个再改了 有可能弄 百分s123g 然后你怎么写的呢 你写个套的 就是稍写了 s是吧 bounce 然后接下来 hider 又写套了 然后给他写成一个正确的 response 嗨 s1 1 2 1 高 只要是刚刚我写套的地方 现在全对了 哪里有意思了 啊 这个body又写套了啊 这个 这个英文单词啊 这个 少写了一个 是差吧 还有吗 还有一个 49行 我再简单一点 response body等于他 response head 这是定义 response head 这是添加 添加的是response body 这长度 response head 有个空 然后加response 等于response head 加上response body 减少完了 还有吗 他们还是人多力量大 是吧 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啊 懂 来 点一个数上 点一个数上 他们没什么问题 这个事是不是用了咱们 飞走色的 而且就是用长连接 是不是对足实现了吧 长连接有个什么特点 浏览器能不断开的话 他是不是就用这个 用这个套件的 是不是紧接着发其他的请求啊 目的只有一个 减少服务器资源 而把这个资源尽可能的减少 这就是一种实现方案 你稍微卖一定点也没问题 因为今天咱们国内的网速 是不是大量的在提快了吧 稍微卖一定点 就是说我先穿一点的拼机 再穿二的拼机 再穿三的拼机 稍微卖一定点 没什么问题 因为咱们网速提升了呀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嘛 对吧 所以说呢 减少服务器的压力就它了 好了 那么咱们用的是这种方式 同学们要注意了 咱们刚刚起了这种方式 即使用的飞走色 是不是又给它给成了长连接啊 就咱们刚刚过的这个特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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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